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课程的第二阶段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第一阶段的课程 在第一阶段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机器学习以及深度学习的基本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以及他们在各个领域当今的一些应用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将介绍 机器学习的基础概念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 机器学习中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 我们今天将谈到 什么是训练级 什么是测试级 包括特征值 什么是学习中的分类 比如说可以分为监督学习 非监督学习 以及半监督学习 什么是分类问题和回归问题 好 我们首先谈一下这个概念学习 这是机器学习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概念学习呢 我们来想象一下 人类学习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进行学习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从一个婴儿刚出生的时候 他对我们日常生活中语言中定义这些概念 并没有什么了解和理解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说是鸟 那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的话 他不知道什么叫鸟 那我们怎么来学习呢 他怎么来学习到这个概念呢 他可能看到有一个飞的鸟 然后家人可能说这是鸟 然后他可能看到一个狗 然后听父母说这是狗 那他怎么来区分这些东西呢 可能OK 他看到鸟之后 他说这个生物好像是在空中运行的 它比较小 然后呢 它好像有一些羽毛 那那个狗呢 好像老在地下跑 所以他不断地 在外界的给他的这个信息中呢 他不断地来区分 他日常生活中见到的这些物体 从而来学习这个概念 比如说啊 他总见到这个飞的东西呢 别人就说是鸟 然后跑的东西呢 别人可能说是汽车 或者是猫或者狗 然后呢 他可能知道 OK 飞的东西 可能是跟他要听到这个概念 鸟是相关的 后来呢 他又一看 还有一个飞的东西 可能是听父母说叫飞机 然后他一看这个飞机和鸟 这两个东西 什么不一样呢 哦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是羽毛 一个是金属 那他们 他慢慢就学 哦 飞的东西里面 可能不都是鸟 有的它是金属的 这个东西好像叫飞机 有的东西呢 它是有一种生物上面 有眼睛 有羽毛 还会有一种叫声 叫声和飞机那个噪音的声音还不一样 哦 那前者的东西 他老听着叫鸟 逐渐的 大家看到这个过程 逐渐的 他就学会了这个鸟这个概念 那同样的道理 什么是车 对不对 那我们给 尼尔一个东西 说是 这是房子 然后又指 给他指这个街道上一个东西 说这是汽车 那他怎么区分呢 他可能觉得哦 这个房子是 比较大 他在经常里面在里面住 他是不动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另外一个东西呢 他是在路上跑的 有四个轮子 哦 那这个 他呃 被传输说叫车 他逐渐会区分 你看 房子和车这个概念 同样 我们想一下 我们怎么是 怎么能学会 这个计算机这个概念呢 这个概念 都是人为 都是定出来的 对不对 哦 比如说 一个黑的盒子 那他是不是计算机呢 那不一定 也许他是一个储存 这个钱的 或者钥匙的一个黑箱子 也许他是一个计算机 是吧 那我们怎么来进一步区分呢 哦 那有些 有些这个黑盒子上面 有一些这个键盘 有一些黑盒子上面 他是光的 没有任何的东西 哦 那后者呢 后来我们 把它叫一个这个箱子 然后这个前者呢 我们叫计算机 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 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 比如说 哎 这个 有一类黑盒子呢 他可以打开 啊 箱子和计算机都可以打开 但打开之后呢 他的两部分 一部分是可以显示一些 荧光的电子的一些内容 另外一部分 他没有这些东西 前面这一部分呢 我们说 这些东西 他是计算机 后面部分 他是盒子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 对于概念 人类的学习 也是通过 见到不断的这种事例 和给他的一些信息 他逐渐学会 区分出来某一类概念 好 那我们为什么谈这个呢 这个机器学习呢 和人类的学习 有很大的类似的地方 所以就是说 我们首先学到一个定义 就是说 概念学习是指 由某个布尔函数的输入 输出训练中推样力 这个是一个错误 样力 训练的样力中 推断出该布尔函数 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 人叫小明 小明现在呢 喜欢进行水上运动 比如说冲浪 或者游泳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想学习 享受运动的概念 怎么来学习呢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假设底下这个 表格里面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 小明每天来 进行水上运动的一些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的意思 首先第一栏呢 指的是样力 同学们可以理解为止 不同的天数 就是说第一天 小明来 进行水上运动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这就是不同的天数 然后呢 有一些自然的条件 对不对 一些因素 它会影响 小明是不是会享受 这个水上运动 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理解 是吧 就比如说呢 像天气呀 温度 湿度 当天的那个风力怎么样 水温怎么样 天气预报之前和现在预报的是一样 还是有变化 这些因素呢 都种种因素都会影响 一个结果就是 小明是否享受当天的这个水上运动 对吧 好 那我们以这个例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比如说吧 第一天 那么天气呢 我们可能有三种定义 就是有三种的可取值的范围 比如说可以是晴朗 阴天或者下雨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温度呢 可以是湿的 我们指的这个温度是这个空气的温度 可以是比较暖 或者比较冷 有两类的这个取值 然后这个湿度呢 可以是这个普通的 或者是呢 比较大 湿度比较大 然后下面一个是这个风力 对吧 这个风力呢 可以是强或者弱 水温呢 可以是冷或者暖 两个取值范围 然后预报呢 就指的是之前的天气预报和当天的天气 是一致的呢 还是有变化 也是两类的取值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第一行 就是指的是某一天 今天小明来到了这个海边进行水上运动 那么天气呢 是晴朗 温度是暖 然后这个湿度呢 是普通 风力是比较强 水温是暖 预报呢 和之前 天气预报和之前是一样 那么 最后结果呢 小明说是他享受今天这个水上运动 好 这个结果是室 也就是享受运动 然后第二天又过了一天 小明又过来进行水上运动 他一看这个天气是晴 温度是暖 但是这时候湿度呢 是比较大 大家看到这个湿度和前面这一天有所变化 然后风力强水温暖 预报 和实际天气是一样 那结果 小明还是享受这个运动 所以这个享受运动的这一篮它的值是室 好 它只有两个 取之范围就是室 或者否 第三天呢 是下雨了 然后温度呢 是冷 湿度比较大 风力比较强 水温是暖 预报和实际是有变化 然后结果呢 小明这天他不享受这个运动啊 可能是因为比较冷啊 或者比较湿之类的 然后最后一天 大家可以看到类似的这个天气晴 温度是暖 温 湿度是大 风力比较强 水温冷 预报跟之前不一样 但是呢 小明仍然是享受这个运动 是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好 这就是我们给的一个数据集 那么通过这个数据集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机器学习中的基本概念 所以说假设我们现在想研究一下 这个这种种因素和小明是否享受运动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学习到一个享受运动这个概念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其实说这之间有很多很多种组合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来进行这学习这个享受运动的概念 好 我们下面下面看一下机器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概念学习 这个概念是定义在这个实例之上 什么叫实例呢 这个实例呢 也就是说每一天在这个例子中 就是每一天 它这个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它最后的结果 也就理解为 同学们可以理解为这一个表格中的一行 可以作为一个实例 对吧 比如第一天是一个实例 第二天的情况是一个实例 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定义在这个实例之上 这个实例的英文是instance 是吧 然后这个集合呢 表示为x 所以就每一个每一行 同学们可以理解为成一个实例 一个实例 所有的这个行加起来 这个集合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x 它是所有可能的日子 是吧 每个日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是由这个天气温度 湿度 风力 水温 和预报 六个属性 来表示 对吧 好 那么这里面就有 我们学到了一个 这个术语叫做实例 是吧 也就指的在这个例子中指的是每一天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待学习的目标概念 或者叫目标函数 就成为这个目标概念 也就叫做C target concept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 最终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小明是否享受这个运动 它可取的值呢 有两个 一个是是一个是否 那这里面我们就把它叫做目标概念 也就是说 当这个灌入一个 我们给定一个一定的因素 也就是由这六个因素影响的这个集合之后呢 我们通过某种法则和方程 我们算出来一个 这个概念的值是是还是否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这个C X指的就是说 我们最终享受运动这个值到底是是还是否 可以把它标记为0或1 是吧 它是一个不二值 所以说当享受运动的时候呢 CX等于1 当不享受运动的时候 CX等于0 是吧 这个CX呢 大家可以想象成叫一个Y 就是一个标记 是是还是否的意思 那么它是取决于这个X 这个X呢 指的就是说 具体这个每一个样例中 六个 这个特征的一个属性 好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 这边有一个区别 这个小写的X呢 指的是每一个实例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 这个每一行里面的 这六个属性的值 这个是小X实例 这个大写的X呢 它指的是样例 也就是所有这小X的集合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有四天 是吧 四个日子 所以就说 这四个日子的集合 我们称作这个大X 叫做样例 好 大家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 多个实例 它组成的这个集合 我们称为样例 好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来学习什么东西呢 我们是为了学习一个函数 一个function 也就是说 它可以把这个X这个集合 来映射到一个Y上面 Y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最终要学习的这个概念目标 它是是还是否 这个集合 所以说给定一个新的小X一个实例 我们可以预测 它是享受运动还是不享受运动 得到一个新的小Y的值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学习这个函数 这个function 它是一个对应关系 好 相信你这个小例子呢 同学们对这个机器学习 基本概念有一个理由所了解 好 我们下面再解释一下一些重要的概念 一个叫做训练级 一个叫做测试级 那什么叫训练级呢 训练级英文可以称作这个training set 或者叫training data 这有多种的表现意思 但是就是表示方式 但意思都是一样的 或者叫训练样例 training examples 这都是一个意思 训练级训练样例 也就是它的定义说是 是用来进行训练 也就是产生模型或者算法的数据集 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这个数据集 我们是想研究 到底通过这种各种因素 这六个维度的因素 最终结果小明是不是享受运动 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享受运动这个概念 那我们可能是要需要更多的样例 对不对 这个也就是这个实例 我们这个样本要大一些 比如四天的话 可能不足以我们进行一个有效的学习 那我们举个例子 可能我们采集了一个100天 是吧 100天的数据 我们这只是一个例子 有四天 假设我们100天 然后呢 这100天我们把它的数据拿来 进行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具体怎么学习 我们以后会讲到 但同学们现在只是关心 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学习 就是来挖掘一下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算出来他们这个函数关系是什么 然后呢 这100天 这个数据集 我们是用来进行训练 也就是学习的过程 然后再过了100天之后 还有10天 我们利用这10天 来验证 我们学习的这个数据集 是不是有用处 是不是可以预测 小明到底是不是享受运动 那么前100天 也就是说我们用来进行训练 产生模型或者算法的数据集 这个就被叫做训练集 就是training set data 或者叫training examples 训练样例 那与之对应的呢 有一个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测试集 什么叫测试集呢 或者叫测试样例 英文分明可以叫做testing data testing set 或者叫testing example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用来专门进行测试 已经学好的模型 或者算法的数据集 我可以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我们一共采集了100天 加10天 也就是110天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前100天 我们采集到所有的数据 就像这种格式 我们用这个数据来进行学习和训练 学出来一种法则 我同学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 或者是一个算法 在这个学习之后呢 我们后面还有10天 这10天呢 我们假设我们不知道 小明是不是享受运动 只知道当天的这个天气的变化 然后我们想通过这个天气的情况 这些因素 这六个因素的值 和我们之前100天学习到的这个模型 来预测 这10天小明是不是享受这个运动 那么这10天的这数据 就被称作这个测试集 也可以叫做测试样例 所以这两个集合 它们是没有一个重复的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说训练集是用来学习算法的这个数据集 测试集是我们学好算法之后 我们来测试 来预测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函数的值 这个集合叫做测试集 好 下面我们接着看一些别的概念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特征向量 英文叫做features 或者叫feature vector 是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属性的集合 通常用一个向量表示 它是附属于一个实例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看到 比如说对于每一天来讲 我们都有这六个属性 天气温度湿度风力水温和预报 那么这六个属性的值 分别对应对吧 情暖普通强暖一样 那么这六个值 可以用一个向量来表示 那这个向量我们就称之为特征向量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衡量这个小民测 小民会不会享受运动 有些因素会影响它 那我们提取了六个因素 这六个因素它的值可以用一个向量表示 那么它就叫做特征向量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对于每一个实例 我们都有一个特征向量 对不对 比如说实例一 我们有一个情暖普通强暖一样 这样一个特征向量 对于第二个日子 另外一天 也就是另外一个实例 我们又有另外一个特征向量 比如说情暖大强暖一样 好 这就是一个特征向量的概念 下面我们再介绍新的概念 一个概念叫做标记 也就是label 什么是标记呢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cx 什么意思 就是实例类别的标记 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是说我们看到 对于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目标概念 也就是说小明是不是享受运动 对不对 那它呢 是它的值 在这个特定的这个例子里面 它是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是 一个是否 是吧 那这个是和否 就是称之为标记 也就是可以叫做class label 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概念 它的标记到底答案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目标是不是 我们想知道它是不是享受运动 所以呢 我们称之为标记 也就是对于第一个实例 它的标记是是 对于第二个实例 我们的标记是否 第三个实例 我们的标记是否 第四个是是 好 所以这里就称作标记 或者叫class label 或者简称label 好 后面还牵扯到两个概念 就是一个是正例 一个是反例 这个是非常好理解 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猜出来 正例呢 也就是positive example 反例是这个negative example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非常好理解 就是说 如果是是的话呢 它是享受运动的 是吧 我们就称作是一个正例 然后如果是否的话呢 我们就称作是一个反例 就是一个negative example 是吧 就像小时候 老师写的文的时候 我学生说 这个是写的好的一个范文 那可能是正例 是吧 这个是一个写的不好 脱题了 那就是一个否 就是一个反例 是吧 所以这就是两类粒子的一个分类 好 我们来接着看 好 这就是通过上面这个小明来学习 就是享受这个是不是水上运动的这个概念学习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机器学习中的基本的这些术语 也可以称作概念 那么以后这门课中我们要经常提到这些概念 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深刻理解这些概念的意思 好 下面我们通过另外一个例子 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另外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不讨论小明享受水上运动这个例子 我们这个例子 先的例子 我们说假如我们研究一下这个美国硅谷的房价 众所周知这个旧金山湾区域也就是美国硅谷这个房价 是美国最高的地方之一 好 除了纽约市 那么这个影响房价主要什么因素呢 当然因素很多了 我们这里举例 就是把这个模型简化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有两个因素 主要因素影响这个房价 对不对 这符合常识 第一 就是面积 当然说面积大了 一般是房价高一些对吧 房子买的大了 房价高一些 第二呢 大家也知道这个美国这边也分学区 对不对 就是说一个好的学区呢 那他的房价就比较高一些 如果你在这儿住的话 你可以上比较好的中学 这跟中国有些地方也是类似 所以呢 我们假设这两个因素 是影响房价的两个因素的话 那么这个面积 我们假设他的单位是平方米来衡量 这个学区呢 他美国有一个平级 比如说一到十几最好的学区 比如说这个Cupertino 也就是苹果的总部 他是有很好的中学是吧 那么他呢 他这个评分可能是九分或者十分 对吧 有一些不好的学区呢 可能是一分 所以呢 在这里啊 有个小错误 这是一到十分 我们底下这个改的统一一点 底下我写的是零到十分 好 那么对于这个学区和房子的面积 是两个因素 对吧 也就是两个属性 他会影响这个房价 对不对 好 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上面学的概念啊 那我们在这个例子中 什么叫特征呢 对 特征就指的是面积和学区 这两个值 是吧 我们要学习的概念呢 就是房价的值 那么 什么叫Class Label 什么叫这个标记呢 那就是说房价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想预测 通过面积和学区来预测房价 所以房价可以叫做Class Label 也就是值 什么是一个实例呢 也就是说每一个房子 对不对 这第一个房子 比如说面积是100平方米 然后学区 评分是八分 房价呢 这个是我们单位是1000美元 所以1000乘1000也就是一个Million 也就是100万美元 规国的房价也是比较高 好 那就100万美元 它对应的是100平方米 学区在八分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房子 所以这一个房子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个实例 对吧 就是某一个房子 那第二个可能是另外一幢房子 第二个呢 它面积120平方米 稍微大一点 学区呢 是9分 它的房价 就高一些 大家看到 是100万 后面 对吧 这还有一个130万 所以总共是这样一个房价 大家看到啊 所以第三个房子 它是60平方米 学区呢 比较差 六分 所以呢 房价是80万 好 这就是这样一个另外一个数据集 那么同学们观察一下 就是这个数据集 和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这个小明在是不是享受水上运动的数据集 有什么区别呢 同学们可能会说啊 那是两个例子吧 那对 那肯定是两个例子 但是我们在强调就是说 在这个数据的形式或者说数据格式上有什么区别 同学们观察一下 就是说这里我们说的是天气这些条件 底下我们说的是房价 还有它的学区啊 面积 上面呢 我们说的这个目标概念是享受运动 它的值可以是是或者否 底下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房价 它的价格可以是1000万 100万 30万 同学们想看一看 观察一下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 对 有的同学可能发现了 这两个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啊 就是说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价 它的这个数据类型 它是一个连续型的数值型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可以是一美元 两美元 三美元 四美元 一千万 一百万 对不对 它是一个连续型数值的这样一个数据类型 但是上面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享受运动 不享受运动 它是一个类别性的数据 对吧 我们不能说半享受1.5 只能说享受或者不享受 就是是或者否 所以呢 根据这两类的 就是我们要区别的这个目标 高函数 它的数据类型 我们机器学习中可以分为两类基本问题 一类叫做分类问题 classification 也就是说 它的意思说 我们的目标标记 也就是class label 它是类别型的数据 就是categorical beta 第二个问题 如果这个目标标记为连续型的数值型 也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当于房价的这种数据 它是一个continuous numerical value的话 那我们把它称作一个回归问题 所以以后同学们一看 只要是这个分类问题 我们就知道 这个目标型的这个标记 它是一个类别型的数据 就像我们上次看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小明是不是这个享受游泳 是或者否 如果我们看到是一个 regression 问题 或者说 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数据类型 是一个 continuous numerical value 它是一个连续数值型的数据 那我们就称这类问题为一个回归性的问题 这是两个大的分类 因为针对这个分类性 也就是classification的问题 和回归性的问题 我们采用的这个具体的算法 解决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好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例子 为了给大家介绍 什么是有监督无监督和半监督学习 假设在医学上 大家可能有一个方向是研究这个肿瘤 是良性还是恶性 那根据什么来判断呢 当然说可能很复杂了 但是我们把它简化一下 假设我们先根据两个因素来判断 一个是这个肿瘤的尺寸 一个是它的颜色 它比如说深或者浅 只是举一个例子 那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里面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刚才学的概念 什么是特征值呢 两个对吧 肿瘤的尺寸和颜色 它们这两个的具体的值 对于每个肿瘤来讲 它有两个值 一个是尺寸大小 对吧 比如说用半径来衡量 颜色用深浅来衡量 那么这样一对数据 在某一个肿瘤上 就认为是这个肿瘤的特征值 对不对 当然我们研究具体收集数据的时候 收集很多很多肿瘤 然后呢 什么是这个标记呢 也就是这个class label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良性肿瘤 一种是恶性肿瘤 好 那在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收集了一些肿瘤的数据 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标记 也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些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我们只是知道这个肿瘤的尺寸的颜色 然后我们想研究一下 哪些肿瘤它是良性或者恶性的 哪些肿瘤它看起来比较类似 那么这一类问题呢 和我们之前问题的区别在于 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是良性还是恶性 我们只知道我们有些肿瘤 它有每个有一个尺寸和颜色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做一些 巨类方面 巨类我们后来会提到 讲到这个概念 我们只是说 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个标记 只是通过颜色和尺寸 想给它进行一些大体上的分类 这类问题呢 和我们之前讨论的是不一样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的问题是说 我们收集到的数据这个训练集里面 我们是知道它的房价了 或者说我们知道小明 他是不是享受这个运动 好 根据这个关键的区别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机器学习分为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呢 叫做有监督学习 英文是supervised learn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训练集啊 它是有类别标记的 就假如说我们收集了100天 小明这个到海边的运动 我们知道这100天 小明是不是享受运动 这种问题 当然说我们的测试集 我们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 测试集是为了预测我们 它是不是享受 但是起码在训练集里面 它是享受这个运动的 这类问题呢 我们就叫做有监督学习 或者简称监督学习 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 然后第二类问题呢 叫做无监督学习 也就是unsupervised learning 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可能猜到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问题 就刚才我们说的肿瘤的这个问题 它没有这个类别的标记 没有这个class label 我们不知道 我们收集的这个 连训练集里面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收集的是不是良性肿瘤 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 我们不知道 这类问题呢 我们叫做unsupervised learning 也就是无监督学习 还有一种学习比较特殊 就是说 介于这两种之间 也就是说 在这个训练集里面 有一部分数据呢 我们是有它的标记的 但有一部分它没有标记 那这类问题呢 我们就叫做半监督学习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好 希望通过这三类问题 同学们理解 能够理解 哪一类问题属于这个 有监督 无监督 或者半监督的学习 之后我们的课程大纲 也是围绕着三个来进行学习 首先我们第一大的阶段 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算法 都是针对这个有监督学习的 随后呢我们将 给大家介绍一些 无监督学习的算法 但是半监督学习呢 这一课程 因为是一个基础的 这个机器学习的课程 我们就不在这个课里面 给大家介绍具体的算法 但有兴趣的同学 在学完这本课之后 可以自己进行更扩展的学习 对于半监督学习 好 以上呢就是一些机器学习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 那在最后一部分 我们大家讲一下 这个机器学习的步骤框架 就是我们经常是怎么样 来跟随怎么样一个步骤和框架 来进行机器学习呢 大概是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说把数据拆分为 这个训练集和测试集 对吧 就我们举的意思 比如说小明之前 我们这个例子说 收集了小明100天的数据 这里只有4天 但我们假想我们有100天的数据 我们把它作为这个训练集 是吧 假如说我们一共有110天的 110天的数据 我们把前100天作为这个训练集 最后10天呢 把这叫做测试集 把它分为两部分数据 对吧 这是第一个步骤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说用训练集和训练集的特征向量 来训练这个算法 也就是说假设 对于小明 水上运动这个问题 我们开始不管那10天的数据 我们只用这个100天 就是这个训练集 来学习一种模型或者算法 或者是函数 来表明这个特征量和它这个目标标记的 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我们学习出来一种函数 或者叫这个模型 或者叫算法 好 学习出来之后呢 我们 干嘛 我们的目标是为了预测 对于新的一天 我们想预测 小明是不是享受运动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说 我们用学习来的算法 运用在这个测试机上 来评估它 这个算法的表现到底好不好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100天的数据 对吧 我们用个例子 我们在这写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有这个100天的数据 假设我们100天是吧 100天 作为这个训练集 训练集 还有10天 假设我们叫做测试机 好 测 在测试机上呢 我们可以来评估 就是说 我们假设现在不知道是否享受运动 我们只知道这100天的条件 比如说 那6个因素 知道这6个因素 6个属性 我们来预测 每一天是否享受运动 那我们通过什么来预测呢 也就是通过前100天中我们学习到的这个模型预测 所以这就是第三步 那么我在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在这一步中 我们有的时候要分离出一小段数据集来调整一些参数 这个同学们现在可能还不太理解 但是我们之后详细介绍每一个算法的时候会提到 就是说我们调整参数是为了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准确预测 所以这个调参数用到的一个集合 我们称作验证集 英文叫做validation set 它是介于这个训练集和测试集之间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验证集来把参数调到比较优化的程度 然后我们来进行测试 好 这就是呢 集齐学习中一些基本的概念 希望通过今天的课程 同学们对这个集齐学习的基本概念有一所了解 那么在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给大家介绍这个 从监督学习开始 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主要的算法 对于每一个算法呢 我们会分两部分来介绍 一部分一节课的视频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这个算法 从理论方面 它是怎么来进行这个学习的过程 这个算法 我们来介绍它的理论 在后面一节课呢 我们会介绍如何用python来进行一些实用 就是说根据本身这个算法的理论 怎么利用python里面机器学习的一些家包和库 还有自己我们如何来写它的其中修改其中的代码 来进行我们 根据我们的目标来 实际应用这个算法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我们会结合实力给大家 来详细讲解每一种算法的原理 以及它的应用 好 那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来的问题 我们下来的顺便 让我们下来的顺便